自21世纪开始NBA仅有胡人创造了王朝 此前勇士和热火都曾很接近王朝球队 但是最终两次都是被伦纳德给终结了 这也是为什么小卡即便在常卫赛没有拿下太多的荣誉 仍旧还被认为是现役前五的主要原因 从这里能够看出来想创造王朝球队其实是很难的 放言历史上也只有胡人公牛和凯尔特人创造过王朝 虽然王朝难建但是把球队带成豪门球队还是由几位球星做到的 在这名球星到来之前 他们可能就像是一个醍醐一样场年烂队的小球士 不过通过一位历史球星的带队 他们最终成为联盟当中家喻户晓的顶级强队 有着不错的球队文化 而放言历史上真正做到的球星其实也不过 数来数去也就五个人 比尔拉塞尔指环王是1956年的榜眼 他进入卡尔特人的第一个赛季就帮助球队拿下了总冠军 之后第二个赛季因为受伤让老鹰抢走了一贯 接下来就是拉塞尔带队拿下了八连贯 之后张伯伦在分区淘汰了拉塞尔 但是卡尔特人很快调整了过来 接下来又是二连贯 可以说拉塞尔统治了整个60年代和50年代末 也正是因为拉塞尔卡尔特人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豪门球队 卡尔特人队时一共17个总冠军 拉塞尔带队拿下了11个 虽然之后哈佛里切克和考恩斯带队拿下两个 博德和迈克海尔带队拿下三个 以及比尔斯带队拿下一个 但他们的价值远远没有拉塞尔对于球队的影响力更大 比尔拉塞尔带队创造了八连贯 这也是NBA历史上连贯的最长记录 其他球队最多不过踩三连贯 而在八连贯期间 球队没有闹出过任何更衣式的矛盾 也没有失去对总冠军追逐的乐趣 这需要一个绝佳的球队领袖 而拉塞尔也正是这样出色的领袖 他打法无私 乐于分享球 而且在防守端更是不遗余力的做出表率 也正是因为拉塞尔的打法才有了防守赢得总冠军的真理 乔丹 乔丹是1984年的谈话 乔丹在生涯初期并没有像比尔拉塞尔那样那么多的帮手 直到87年公牛才给乔丹找来了皮棚 之后乔丹在90年代正式进入了生涯的巅峰期 在91年到93年 他带队拿下了两连贯 之后因为父亲的去世 以及乔丹觉得联盟没有了对手 他选择了退役 回归之后 在96年到98年 再次带队拿下了三连贯 之后乔丹再次退役 90年代回归时 乔丹已经是生涯末年 远没有了巅峰时期的状态 不过即便他如此 他还是有着场均20加的表现 在乔丹的帮助下 公牛虽然没有成功的成为历史级豪门 但也是NBA史上的豪门球队之一 乔丹一人给公牛带来了六个总冠军 这也拉高了公牛的历史地位 他们是除了虎人 勇士和凯尔特人之外 历史上夺得第四国多的球队 比如去年几年一直疯狂组建着豪阵的热火还多 真的是一位核心拉高了球队的价值 而相比于多位民宿撑起的虎人王朝来说 乔丹的公牛显得更加的难能可贵 库里 在库里之前 勇士曾拿下过三个总冠军 一个是乔福尔克斯在联盟初建时期 也就是乔治麦肯时期 帮助球队拿下的一个总冠军 之后是保罗阿里金带队独冠 再接下来就是李克巴里 他是库里之前的勇士第一人 他曾单和带队拿下了总冠军 虽然张伯伦也曾短暂的驻足过勇士 但是他除了打出了一些令人踏为观止的数据之外 并没有带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直到一零年代的到来 勇士迎来了一位精明的老板 拉克布 拉克布曾经历过凯尔特人豪祖三具投毒官 他是当时凯尔特人的小老板 因为身受豪阵的寻陶 所以拉布克不怕花钱 哪怕是高额的奢侈税 他也愿意承受 以此去让球队争惯 而球队则通过绝佳的选秀眼光 拿下了库里克莱和追梦这些球员 三人在15年帮助勇士拿下了21世纪的第一个总冠军 接下来16年在总决赛输给了骑士 拉布克可能觉得还差点火候 于是又让球队招募了多兰特 当时的勇士成了联盟最豪华的阵容 球队连续两年拿下了总冠军 在19年因为克莱和杜兰特的受伤 有事在总决赛输给了猛龙 经过几年的折服之后 他们在本赛季再次拿下了总冠军 八年六进总决赛四夺总冠军 虽然库里只得到了一个FMVP 但是这支球队能够达到现在的高度 他功不可没 库里和邓肯非常的相像 他们都是那种为了夺冠愿意牺牲数据的球员 如果当年杜兰特加盟库里要求 球队不给他那么多的球权 让杜兰特去打无球牵扯 可能库里至少会多得一个FMVP 也终于因为他的无私 才造就了现在的勇士 邓肯 在邓肯之前 马次虽然出过不少的顶级球星 像乔治·葛文 大卫·罗宾逊 但却从未让球队得的总冠军 直到96年马次的一次摆烂造就了他们 当时也是足够幸运和碰巧 大卫·罗宾逊受伤赛季报销 于是马次也加入了摆烂争邓肯的行列 当时联盟当中有近乎一半的球队在摆烂 他们就是想拿下邓肯 结果马次得到了 而在拿下这位进入联盟就是满极号的球员 邓肯在生涯第二年就带队拿下了总冠军 邓肯单和带队独冠之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逢基数年独冠 05年07年邓肯都带队拿下了总冠军 之后在一次年生涯末年的邓肯还帮助球队再得一贯 职业生涯带队拿下了五个总冠军 邓肯一人带队帮助马次从一支联盟不起眼的小球士 转变成为了联盟所有好强都不想碰到的顶级球队 邓肯类似于拉塞尔他给马次带来了赢球文化 就是团队篮球和永不言气 时至今日虽然马次已经不再是联盟的强队 但是他们始终能够得到尊重 他们从未想过百烂也一直是主打着团队篮球 魔术师约翰逊 科比也很棒帮助胡人拿下了五个总冠军 但是他有三贯是球队二当家 如果论生涯多年对于球队的贡献的话 我认为科比是能够和魔术师一争对视第一人的 而就现在来说对于球队未来影响更大 夺冠帮助更多的是魔术师 魔术师是79年的状元 在生涯第一年就帮助球队拿下了总冠军 并且得到了FMVP 之后在82年再次帮助球队拿下了总冠军 魔术师再次荣赢FMVP 虽然当时的天沟甲巴尔还在巅峰期 但球队老大已经是魔术师了 之后在85年魔术时再次带队夺冠 不过这次的MVP确实是给到了老炮甲巴尔 之后87年和88年魔术时 又带队拿下了两个总冠军 并在87年再次拿下了FMVP 之后的88年的FMVP给到了詹姆斯沃西 当时乔治·麦肯也曾帮助球队拿下过五个总冠军 按理来说他就应该给胡人带来王朝了 可是当时年代太过久远 加上信息并不发达 所以胡人还不算是豪门球队 杰里·维斯特和张伯伦时期 胡人已经隐隐有了组建球队文化的球形 不过两人才帮助球队拿下一个总冠军 直到魔术师时期 球队才确立了赢球文化 顶级的外信加内线球星 这才有了之后科比和奥尼尔的组合 以及科比和加索尔 还有在后来的詹姆斯和安东尼·戴维斯